大家好,我老肉 动物界有这么一句话 说假如你生活在地狱里面 自然就没有天地了 什么意思呢 说的是动物的一种生存策略 比如咱刚说过的地企鹅 非要在南极大陆最冷的时候 零下60多度才交配产卵 那肯定不会有天地啊,是吧 生活在别人都受不了的环境里面 也是种本事 相对来说就安全很多 那么除了南极大陆的寒冬之外 地球上还有种环境 也号称跟地狱一样 咱们今天的主角火烈鸟 就是个赶闯地狱的狠角色 其实火烈鸟大家都认识 一般动物园都有 通常来说的话 让大家印象深刻的 还是它的外表 鲜艳的红色啊 长脖子长腿之类的 不过对于野外的火烈鸟 还有它们的生活习性 你可能并不了解 不论是匪夷所思的生存环境 还是独一无二的食物 都是动物界的绝对另类 另外包括单腿睡觉的绝技 还有震撼的盛装游行 以及迷一样的游牧生活 可以说它们的话题性还是很足的 所以今天的节目 咱就来聊火烈鸟的传奇故事 说著名的东非大猎谷 南北长6000多公里 里面有很多内陆湖 其中有一个有点特别 位于坦桑尼亚 号称是美渡沙湖 美渡沙大家都知道啊 它是神话当中能把人石化的怪物 据说这美渡沙湖呢 就有这个诅咒 有些鸟类一个不小心落到湖里去 很快就会被石化变成雕像 非常恐怖 所以很少有动物能在这生活 这个像地狱一样的湖 就是火烈鸟的故乡 当然了 石化诅咒之类的肯定不存在了 是吧 那这湖到底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盐碱湖 不过跟地球上其他盐碱湖相比 这美渡沙湖就有点极品了 比如著名的死海 就是个典型的盐湖 约旦河把水灌进去 但是没有水流出来 湿掉的水全靠蒸发 所以就导致湖水的盐度越来越高 甚至能达到30% 有海水盐度的八九倍 这么高的盐度 除了个别细菌和浮游生物之外 根本没有生物能存活 所以才叫死海 那么虽然死海这个名字很吓人 不过它也没有很恐怖 尤其因为人能飘在上面 还成了旅游景点 甚至被宣传有宝剑作用 至于能不能宝剑 咱不好说 至少掉进去 不会变成雕像 相比之下 东非大列古的美渡沙湖 就恐怖多了 其实美渡沙湖的真名 叫纳特龙湖 它的英文名 NATRON 就是抛碱的意思 也就是说 它不光像死海那样 有超高的盐度 而且碱度也非常高 哪来的碱呢 因为湖边有一座 独一无二的火山 轮盖火山 轮盖火山是地球上 唯一一座 会喷发出碳酸盐的火山 这让纳特龙湖的碱度 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PH值能超过12 比氨水还高 腐蚀性可以严重烧伤皮肤 和肌肉组织 飞鸟落进去 那肯定必死无疑 然后水里的泡碱和盐分 会把飞鸟的尸体包裹起来 跟古埃及人 做木乃伊的工艺差不多 那些被石化的雕塑 就是这么来的 另外火山附近 温泉特别多 所以纳特龙湖的水温 也高得离谱 超过40度 那是常有的事 又加上湖水很浅 旱季曝晒的时候 水温能超过60度 热泉附近 甚至能接近沸点 就这个水温 也不是谁都受得了 那么纳特龙湖这么恐怖 就让它成了世界上 最人际罕至的地方之一 有这么个说法 说到过纳特龙湖中心的人 还没登上过月球的人多 就这么夸张 所以火烈鸟能在这儿 安家也算个奇迹了 那么盐碱湖几乎没有生命迹象 火烈鸟怎么生存呢 其实刚才提到了 说这盐碱湖 也不是什么生命都没有 某些个喜欢盐的微生物 就能适应这种环境 而且在条件事宜的时候 它们还会爆发 就跟给湖水染了颜色一样 比如最恐怖的纳特龙湖 它有时候蓝绿色 有时候橙红色 就是里面的微生物搞的 这其中就有火烈鸟最爱吃的食物 螺旋枣 它是一种蓝枣 火烈鸟虽然脚上有脯 也能游泳 不过绝大多数时间 还是喜欢站在潜水区 脚谱可以防止它陷到泥里去 你看它把头伸到水里 就是在吃螺旋枣 说到这儿 有观众要问了 说火烈鸟作为一种水鸟 难道不应该吃鱼吗 可能好多人会这么想 就那张鹰沟大嘴 一看就很生猛 吃鱼才天经地义 是吧 不过实际上 完全不是这样 火烈鸟并不是捕食性的 而是绿食性动物 它跟其他水鸟的关系 就像虚筋和齿筋 外表看不出来 其实嘴里的构造完全不一样 火烈鸟嘴里有筛板 跟虚筋的筛板一个作用 整个嘴的运转方式呢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 是一个注射器 火烈鸟舌头很大 相当于是注射器的活塞 舌头一抽 把湖水抽进来 再一推 把水挤出去 这一进一出 筛板就把里面的藻类 给滤出来了 这么吃东西非常巧妙 而且啊 火烈鸟过滤食物的效率 也特别惊人 舌头抽松的频率 能达到每秒钟十几次 跟装了电动小马达似的 一天下来 大约能过滤20多升水 效率很高 不过这20多升水 能有多少螺旋枣呢 说起来就有点心酸了 可能也就是60克左右 这就是火烈鸟一天的伙食 好在啊 螺旋枣的营养价值很有保证 它里面蛋白质啊 脂肪酸啊 还有矿物质 维生素的含量都很高 这才满足了火烈鸟的需求 不过营养归营养啊 也不是所有动物 都能销售螺旋枣 因为它有一定毒素 火烈鸟能应付 这才开发出了螺旋枣饮食 既营养丰富 又没人跟它抢 一举两得 然后螺旋枣另外一个作用 或者说一个后果 就是火烈鸟的颜色 火烈鸟身上的红色 就来自于螺旋枣 这些枣类在盐度高的环境里 会产生类胡萝卜素 就是这些色素 把火烈鸟染成了橙红色 如果火烈鸟营养不良 螺旋枣吃的少的话 它就会偏白色 好多动物园的火烈鸟 不怎么红 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了 螺旋枣也不是 火烈鸟的唯一食物 有些不那么恶劣的 盐湖里面 还有一些微小的 甲壳类动物 最常见的就是风年虾 又叫盐水虾 盐水虾吃了枣类 然后再被火烈鸟吃掉 最终类胡萝卜素 还是火烈鸟的 所以不管你是 专吃螺旋枣 还是也吃风年虾 身上的红色 都是同一个来源 然后咱继续说 纳特龙湖的火烈鸟 其实从螺旋枣供应来说的话 纳特龙湖并不是首选 附近好多湖都比它丰富 而且盐碱度还没那么高 不过可就怪了 当地四分之三的火烈鸟 都要到这来 这里面的原因 就得从纳特龙湖的 地域属性说起了 那么说东非大略谷 有很多盐湖 都长蓝枣 所以火烈鸟呢 就采取了一种 游牧的生存方式 哪儿的蓝枣最茂盛 就去哪儿吃 比如比于肯尼亚的 伯格利亚湖 每年6到9月份 蓝枣爆发 就很吸引火烈鸟 大约能有一百多万只 来这儿吃东西 然后其他月份 别的湖蓝枣多了 它们就再迁徙过去 总之就一直在这些湖之间 转悠 跟放牧一样 不过呢 到了交配产卵的时候 火烈鸟们就不乱飞了 当地四分之三的火烈鸟 大约250万只 都会居到纳特龙虎 不为别的 就从湖水的腐蚀性来的 因为刚出生的 幼鸟不会飞 所以它们筑巢的地方 必须得确保 猎狗啊 肺肺啊 猫幼啊 这些家伙不敢进才行 纳特龙虎减度特别高 而且湖水比较浅 有不少浅滩 在这儿筑巢就很安全 至于火烈鸟自己呢 它们皮肤足够强韧 腿部还有鳞片 可以耐受这么高的腐蚀性 完全不用担心 那么说到交配的话 火烈鸟就太会玩了 它们最标志性的行为 就是盛装游行 而且游行之前呢 火烈鸟还知道捣吃一下 因为身上红色越鲜艳 就越容易吸引异性 所以它们会把一种 能提亮毛色的化妆品 涂在身上 不过这化妆品的来源 口味就有点重了 它是有尿道里的腺体分泌的 类胡萝卜素含量很高 相当于火烈鸟把尿 当胭脂用了 就很离谱 然后化好妆之后 也会看到一大群火烈鸟 整整齐齐的排成一个方阵 不管高的矮的 胖的瘦的 全都伸长脖子 仰着头 发出类似大鹅的叫声 感觉特别的高傲 然后整个队伍一起往前走 像在跳芭蕾一样 非常有默契 非常壮观 这就是它们秋欧的仪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人数少的话 火烈鸟们就很难有兴致 越是人多 越是拥挤 才越来劲 所以有些动物员 为了激发火烈鸟的性质 会专门装几面镜子 迷惑它们 据说按了镜子一周左右 火烈鸟们就开始求偶 效果相当明显 总之呢 火烈鸟就这么喜欢热闹 激情游行之后 看对眼的那些 就各自配对成功了 组成夫妻 而且啊 这又是动物界的 一对模范夫妻 尤其在男女平等这块 做得非常到位 首先火烈鸟需要搭个窝 就是在湖里的浅滩上 建个土堆 像个小火山一样 日后把卵铲在火山口上 防止水位波动的时候 卵被淹掉 那么搭窝这个事 夫妻俩都会参与 然后孵蛋呢 也是夫妻俩轮流上 这样俩人都有时间 去吃点东西 谁都不会饿着 然后幼鸟刚孵出来 还特别怕晒 因为纳特龙湖在赤道附近 所以中午光照墙那会儿 夫妻俩会轮流站岗 给幼鸟遮阴凉 非常贴心 另外呢 他们还得给幼鸟喂奶 因为幼鸟嘴还没发育好 不会绿石螺旋枣 他们会在塑囊和消化道里面 把消化好的螺旋枣 转化成一种像奶一样的液体 雪红色的喂给幼鸟吃 营养很丰富 而且喂奶这事儿 也是两人都会做 也就是说 几乎所有的事儿 雄性和雌性都会一起干 这在动物界里面还是比较罕见的 那么虽然眼瞼乎的腐蚀性 下退了很多天地 不过也不是万无一时 比如非洲兔冠 从空中来的威胁 就是个大麻烦 兔冠在火烈鸟产卵之后 就开始动手 成年火烈鸟也没什么战斗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兔冠 把蛋摔碎吃掉 然后泥滩上比较小的幼鸟 尤其不到一个月那些 也会被它们袭击 可以说火烈鸟最大的威胁之一 就是兔冠 那么要摆脱这个威胁 幼鸟们只能尽早离开泥潭 它们会像企鹅那样组成幼儿园 有几只成年火烈鸟带队 到不深不浅的水里去 兔冠怕腐蚀 不敢落脚就安全很多 不过也有些幼鸟不太走运 腿上沾了太多泥巴 一结晶就成了个严碱的外壳 会影响走路 跟不上大部队就危险了 另外小火烈鸟 还有个潜在的威胁 就是喝水的时候 虽然来说火烈鸟可以喝盐水 然后用鼻孔把盐分排出来 就像之前说过的海猎蜥那样 不过有淡水的话 它们优先还是喜欢淡水 沿浅湖边上往往有一些间歇拳 附近盐度比较低 火烈鸟们经常会去喝水 这个时候 陆地上的捕食者就有机会了 比如猎狗啊 猫幽啊 沸沸啊这些家伙 瞅准机会就搞偷袭 成年火烈鸟可以飞走 问题不大 还不会飞的幼鸟就可能被吃掉 不过好在啊 小火烈鸟长得还算快 大约三个多月 它们基本就雨衣丰满 可以飞了 能飞之后 它们就会离开纳特龙湖 到其他湖里去觅食 像成年火烈鸟一样 过游牧生活 然后过上那么三五年 要生儿育女了 它们会再次回到纳特龙湖 在这个堪称地狱的地方 优雅的跳起芭蕾舞 那么说火烈鸟啊 有个标志性动作 看起来非常酷 就是一条腿站着 另一条腿收在肚子下面 有点像瑜伽动作里面的术式 练过的朋友应该知道啊 想长时间保持平衡 可没那么容易 不过人家火烈鸟就厉害了 它们就连睡觉的时候 也是这个姿势 而且脖子啊 脑袋啊 都贴在身上 所以这画风突然之间 就有点诡异了 你想啊 火烈鸟腿那么细 跟竹竿似的 脚还摸在水里看不见 然后身上呢 还是红的 这不就水里插了根竹竿 竹竿上插了只烧鸡吗 简直神思啊 是吧 看着都好吃 当然了 它看起来像什么 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 火烈鸟为什么要这么干 还有它怎么保持平衡 睡着了都不会摔倒 就很神奇 那么至于站着睡觉 其实很好理解 就像刚才说的 它们生活的地方啊 一般都是眼瞼弧 有些腐蚀性特别强 趴下睡根本就不行 只能是站着睡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要一条腿站呢 两条腿不是更稳吗 哎 关于这个事吧 一直有不少争论 以前来说的话 主要两种推测 一个是保温 说火烈鸟站在水里 很多热量会从脚上散失掉 为了减少散热 才单腿站立 不过这个说法的反力 也很容易找 因为像是纳特龙虎这种 站在温水里的 它也会一条腿睡觉 所以感觉跟散热关系不大 然后另外一个推测呢 说火烈鸟是为了 缓解肌肉疲劳 一条腿站累了 可以换另一条 两条腿轮流休息 才能长时间站在水里 当然这个说法也一直没人验证过 后来直到2017年 这事终于被专门研究了 来自佐治亚理工学院的 永辉昌教授和埃莫里大学的 Lena Ting教授 主导了这项研究 两位都是生物力学的专家 研究人员首先解剖了 两具火烈鸟尸体 分析它腿部的构造 结果发现火烈鸟腿部的骨骼 设计的非常精妙 而且关节有锁指机构 关节一锁住会形成一个稳固的整体 身体重心刚好落在脚上 就算尸体也能立得住 连尸体都能立住 就说明火烈鸟单腿站立的时候 不需要任何肌肉参与 最节省体力 相反让尸体两条腿呢 反而撑不住了 也就是说两条腿走路可以 站着的话 一条腿更生气 另外研究人员还观察了 八只活的火烈鸟 发现它们单腿站的时候 越是清醒 身体晃动越大 越是闭上眼要睡觉 身体放松了 反而越稳定 这也证明它保持平衡 并不是靠肌肉在控制 靠的是精妙的力学结构 那只带脚谱的大脚呢 就像是高脚背的底座 把它往桌上一放 自然就能立住 是这么回事 不过有个事 我有点好奇 就如果火烈鸟们睡着的时候 刮一阵大风的话 不知道会怎么样 好了 说半天火烈鸟了 其实火烈鸟也可以叫红罐 而且并不只有一种 世界上总共有三属六种火烈鸟 它们都属于极锁动物们鸟缸火烈鸟目的火烈鸟科 咱刚才说的老家在纳特龙湖那种叫小火烈鸟 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火烈鸟 身高80厘米左右 体重大约2.5公斤 绝大多数都在东非大猎谷那一片 印度也有 但非常少 然后世界上最大的火烈鸟呢 叫大火烈鸟 身高能到1米5 体重能有4公斤 它也主要分布在非洲和印度 另外南欧的葡萄牙 西班牙 还有土耳其那边也有 那么除了这两种之外 另外四种火烈鸟都在美洲 中美加勒比地区的加勒比火烈鸟 是最红最鲜艳那种 南美的三种分别叫 安蒂斯红罐 毕罗红罐和智利红罐 它们仨的共同特点 就是特别能飞 安蒂斯山脉有些海拔4000多米的岩湖 它们也能去 可以说相当强悍了 那么从化石证据来说呢 火烈鸟出现的时间 大约在3000多万年前 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鸟类 比大多数鸟类都要早 所以这种对抗恶劣环境的韧性 可能就是它们能存活下来的原因 另外火烈鸟的寿命也特别长 野外的火烈鸟 普遍能活20到40岁 这在鸟类当中绝对算高寿 然后动物园里的就更厉害了 澳大利亚有只火烈鸟 2014年去世的 至少活了83岁 它1933年来动物园的时候 就已经成年了 实际寿命可能还不止83 非常夸张 所以火烈鸟 就是这么一种既古老又长寿 还敢在地狱跳芭蕾的鸟 它们的故事 可远比动物园里的精彩多了